他在工的過程當中也是試圖去 拉我們另外一個女同伴 我們作為中國兒女也是要好好的去保管 合理的有尊嚴的去使用 不亂丟國際 哈囉大家好,189 今天又收到了更多新的消息 要更新給大家啦 昨天我們不是做了一支影片是一群小粉紅集體大鬧 這個倫敦車站嗎 那嗆了兩百多萬訂閱的鋼琴家布蘭登 他們聲稱自己是電視台的人 事實上確實有一些人被證實與中共政府是有關聯性的 那這些都是他們自己曾經在網路上發布過的新聞圖片 像是這名女生叫做張寧 長期在英國主持中共國舉辦的各種大型活動慶典 反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的在英國的活動 大部分他都有參加 他曾經也擔任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十一國慶在英國舉辦的這個典禮 他就是主持人 中國報道上說張寧是呂英的人士 但事實上他在大鬧車站的直播中承認自己是英國公民 什麼叫做公民 有英國護照的人叫做英國公民 而英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承認雙重國籍的 他是拿英國護照 他的護照比中國人好用 比我們台灣人好用 所以可悲的地方就在於此對吧 很多這個趙家人的後代或是跟趙家人有關的 都用身體投票選擇了歐美日韓加拿大澳牛等國家 但又要在海外說自己是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祖國的子民 看到五星紅旗我會驕傲 但你已經用身體放棄了五星紅旗的護照了對吧 結果你還在海外宣揚你已經放棄的國家多麼的美 多麼的漂亮多麼的繁榮富強 你為什麼要放棄國籍呢 他們這麼做的目的就是讓海外的小粉紅愛黨愛國 然後反正他們還可以用英國的護照歐美護照去中國 然後再繼承家業再繼續割小粉紅的韭菜繼續賺錢錢 資產轉到美國轉到英國轉到瑞士 然後讓他們的後代在歐美國家身為歐美人拿歐美護照繼續賺這個錢 而可悲的地方就是有一些小粉紅他明明知道真相 他們都是歐美國家的人啊 但是啊他們改變不了這種狀況 而且他們會覺得我發現了這個狀況我心裡更不好受 那我乾脆就被騙到底吧 左邊的女生剛剛介紹過張寧嘛 但右邊這個男生呢是鳳凰衛視歐洲電視台的主持人李樂 那他也是疑似當天大嗆不要動手碰國旗 不要拉這個張寧的男子 他也嗆這個布蘭登在搞種族起義 那為什麼只能說疑似呢 因為還沒有辦法證實嘛 對吧 因為你長得蠻像的 你也沒有在直播中長期的完整的露臉 那除了外表相似之外 他們自己也提到自己是電視台的人 欸那不就剛好對上了嗎 鳳凰衛視歐洲電視台 不就是名副其實的電視台嗎 而鳳凰衛視啊 也是先前加拿大反共YouTube 公子勝以前待過的公司啊 他論出來之前啊對吧 那鳳凰衛視啊 就是中共在香港的大外宣機構 2021年啊 中國央視的黨員副總編還有副台長 加入了鳳凰衛視 而鳳凰衛視最大的股東是什麼 中共國的央企 紫金文化集團 由中共國國務院的財政部出資 所以整個鳳凰衛視要聽誰的啊 聽黨的啊 因為是黨出資給你的啊 對吧 那這樣大家清楚了嗎 大家會發現 一個越是文明的國家 小粉紅越敢在那個地方 傻野鬧視 對吧 你看過小粉紅在北韓啊 敘利亞 伊朗啊 阿富汗啊 俄國啊 非洲鬧視嗎 沒有 你沒有看過他們鬧視 你都是看他們都是被打壓的對吧 然後有事不敢說 即便你今天在非洲護照被扣下來 你也不敢跟當地人起衝突 但是你今天如果在美國護照被扣下來 你就可以痛罵美方 痛罵英方 接下來帶大家來看這個 鬧視之一的小粉紅洗地的部分片段 那剩下的我會口述 我也不想給大家看太長啦 這可能頭會蠻痛的 好這段非常搞笑 直播30多分鐘的版本 都在布蘭登的外地上 然後你說布蘭登試圖要拉張你 他是要跟你示意 你為什麼拿這個國旗 因為你說是英國人 然後你也在英國 為什麼我們要遵守中國的法律 對吧 而且你自己也說了 布蘭登在指我們中共國的國旗 所以你也知道啦 對吧 而且你搞笑耶 咱們中華兒女看到別人在拿我們國旗 我們都會義分填膺 我們都會很生氣 那你們為什麼要當英國人呢 你們為什麼要放棄祖國這個國旗呢 你們不是這個國旗底下的子民了 然後你們還要大家專守中國法律 這完全沒有邏輯的 有什麼好洗地的啊 好接下來說一下 這名小粉紅 他原片大概兩分多鐘 主要講什麼 影片大致上的意思就是 他們這群人在拍攝電視台的所謂公益節目 所以不能提前公開 是不是公益節目這個不得而知啊 就是自說自話嘛 對吧 也有可能是真的 也有可能是假 所以他們要求布蘭登刪除影片 隨後雙方發生的爭執 這個我就不贅述 昨天的影片講過了 那事件就如大家看到的那樣 最後英國警察跟這群粉紅表明 布蘭登是慣犯 雖然我們法律上允許任何人在車站表演 或是拍攝 但布蘭登使用的公用鋼琴 這個是不能從事商業利益的 對這點沒錯 我19年在布拉格車站的時候 也看到類似的狀況 當時我在那邊彈奏了 月龍光輝香港 沒錯 這也是一首魯華的歌曲啦 台灣沒多久之後 就有一個街頭藝人過來接著彈 他把帽子放到了地上 如果有人聽到他精湛的琴聲啊 就會丟錢給他對吧 大概過了20分鐘左右啊 來了一個保全 跟他說你要演奏鋼琴 可以 但你不能盈利 你不能用我們車站提供給你的鋼琴 作為你的身材工具 對吧 這很合理啊 但是這個是車站方 與布蘭燈的事情 他開不開銀利 他賺不賺錢 與你們粉紅無關 而且搞笑的就是 在你們吵架錢啊 我們可以看到 這位叫做張寧的人啊 在跟布蘭燈 玩得非常的嗨啊 還下去彈鋼琴一起表演呢 你也知道對方在拍攝對吧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OK OK 等其他珊珊來遲的小粉紅到場之後 不知道是領導的意思還是怎麼樣 你才返回 又要求布蘭燈刪除直播 那大家會覺得很奇怪嗎 你前面跟我玩的什麼 嗨你又過來跟我說什麼 中國電視台又什麼 殺小又殺小了 然後又說你是英國人 我們都是英國人 在英國要遵守中國的法律 一桶水啊 說句難聽點 根本就沒人知道 也沒人在乎你們是誰啊 如果不是因為這件事情 誰理你們啊 誰在乎你們啊 你們以為自己是韓團啊 還是什麼Superstar 你先前不是玩得很開心嗎 分臉的速度跟你換國籍的速度一樣快啊 我們再退以萬步來說 你們電視台 雖然你們自己說是什麼公益性的影片 但你們電視台不是也是商業性質嗎 你們這個所謂的公益影片 我不管是真的還是假的啦 這你們電視台播出 那你們播出這個前後是不是會有廣告 那廣告是不是盈利的 是啊 你電視台是不是以盈利為目的的 是啊 你們這個電視台是不是要在歐洲 宣揚所謂的中國文化 但是你們這個中國文化裡面都會參 中共的東西在裡面 孔子學院也是這樣啊 一些不懂 中共國的西方人會覺得 孔子是中國的這個傳統文化 是古典文化 很有意義啊 跟別人讀什麼莎斯比亞一樣 對不對 但你不知道 你中共 他會用這個所謂的傳統文化 在裡面參了很多很多 什麼馬克思主義啊 社會主義啊 共產主義啊 集權大一統的思想進去 之前中共國不是拍了 當馬克思遇上孔子 你就是把這兩個混在一起了嘛 請問你們拿著手機在拍攝車站的路人啊 還有一些訪問啊 你們有經過所有飄過的路人的同意嗎 比如說你今天在採訪這個人 他接受你的同意 但後面走來走去那些人 你有問過同不同意嗎 你也沒問過嘛 你有取得他們的授權同意書嗎 你也沒有嘛 所以你們自己也是在雙標不是嗎 你們不也拍攝了布蘭燈嗎 不過我是覺得看到這點你們還蠻可憐的 一個泱泱大電視台竟然用手機拍攝 欸鳳凰衛視的總部是不是要去檢討一下哈 你們這麼聲明大招的公司用手機拍 收音該不會也是用手機收音吧 經費呢哪去了 貪污掉了是嗎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對呀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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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取 Yunnan 我一定要聽他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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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因為應該是,喂 這對角色判斷截的 so copy the video in case it gets taken down they have sent in a complaint to youtube they're trying to get it taken down I'm gonna fight against it and also I think for any military intelligence out there this guy was potentially armed I think it's certainly warrant an investigation to rule that out and let it continue who would think that playing the piano could be so dangerous 你看張寧在現場大喊 Don't shoot him 這句話翻成中文就是不要射S他不是嗎 張寧作為一個陸籍的英國公民 會出現這種中式英文的邏輯翻譯錯誤嗎 把不要拍他說成不要S他 不然他自己也搞不清楚是什麼意思啊 對吧 那後來有人跟他說可能啊 這群人裡面真的有人拿槍啊 所以張寧要求其他粉紅不要開槍讓S人對吧 所以我覺得怎麼解釋都解釋不通嘛 如果這群粉紅中真的有人帶槍 那是不是可能跟中國大使館有關啊 應該是中國大使館的特定人員才可以配槍吧 而且你那個範圍應該只能是限於官員出行 或者是這個在你們大使館內吧 不然就是你們走私啊 或者是說你們動用大使館的關係去保護 裡面可能有趙家人的子女對吧 不知道這一切在集權國家 或是集權國家的人體制內的人 一切都是羅山門都只能猜測 今天影片到這裡就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小小姐姐啦 拜拜